請注意,此影片含粗俗用語,不適宜同及疑打慢陣人士觀看 嘩嘩嘩 此影片絕非廣告,自費的屌理 波斯拉焗豬扒飯 有看真實晚餐系列的應該都記得我待不時都會做焗豬 雖然不算是一個很方便的食譜,但做起來其實不難 不過我的做法一點都不正宗 是炎糕般煮的家常飯 不炎糕的話不妨放下去 雖然有骨的豬扒吃起來會香些 但為了方便煮和吃,我通常都會用這種無骨的梅頭豬扒 洗乾淨水之後就可以開始醃了 因為飯會有汁,我覺得豬扒不用太濃味 所以調味我只會加鹽,胡椒粉和酒就算 加上去拿到豬扒熟透就可以了 那麼薄的豬扒我都懶得拍 想要軟的話只要出蛋白就可以 剩下這隻蛋黃可以留待待才用 加上蛋白在豬扒裡都拿到它熟透就可以了 然後就加些沙粉拿勻 最後加少許油拿勻就可以放在一邊 前一晚我煮了2米米 大約4碗飯然後放在雪櫃 在雪櫃拿出來之後不用轉攤回來 就可以加些油去鏈散它 如果你不想下手的話用飯學來攪拌都可以 不過都是那句啦 想洗燒一樣東西還有效果好一點的 不如都去下手吧 但是千萬不要太大力拿到它一坨坨 之後打兩隻雞蛋 在剛剛剩下的蛋黃放在一起 就可以開始煮了 用鍋鑊鑫切油之後放雞蛋 然後馬上把飯放進去 放了飯之後就攪拌一下 一攪你會看到鑊飯會散 如果有些飯攪拌來攪拌一塊 可以輕輕撥散去 炒到鑊飯乾色 全部散沙沙沙就可以撥起去 撥到焗碗裡攪拌 就可以放在一邊 用它散去水氣 接著就是在剛剛放過雞蛋的小碗 打雞蛋下去撥均勻 然後拿出豬扒 因為我懶得洗 所以不會多多一隻盤 就這樣攪拌豬扒就算了 在上面撥一點麵粉把開它 快快都有薄薄的麵粉就可以了 然後反轉豬扒 在另一面也把它撥掉麵粉 因為這個步驟是想放些粉在豬扒表面 所以不用像醃肉那樣插勻 只要快快都有一陣薄薄的麵粉在面就可以了 接著就倒剛剛打了那隻雞蛋下去 不用插勻 不過可以逐塊豬扒拿起插來插去 等豬扒表面黏到雞蛋就可以了 剛剛炒過飯那隻鍋應該沒什麼黏 遲溶就可以了 用中火先熱一點油 放些豬扒進去盡量鋪平不要打斷地煎 煎了兩分鐘之後反轉去煎另一邊 然後每隔兩分鐘左右飯一次 煎到進去不是軟了就可以了 按下去軟的話真的還沒熟 因為怕吃死人 所以我寧願在這個步驟就先煎熟了 煎到豬扒之後 鋪在剛剛炒好的飯底上面攤開就可以放在一邊了 然後就倒個醬汁 首先把半個洋蔥切到一塊塊 切完可以放在剛剛裝過飯那樣的盤子裡 那又洗小樣東西了 之後就切番茄 去過定之後 將三隻番茄切粒 剩下一個就切開白茄備用 萬一百剛剛煎著豬扒的鍋 開中火先熱一點油 放些洋蔥炒到變成透明 然後就可以加小些番茄粒下去 兜兩刀之後 拿些茄汁、茄膏、醬汁、醬油和片糖下去兜均 轉個小火兜至煮到番茄粒和片糖溶細就可以了 之後我會加上兩隻茄番茄下去 兜均它就可以關火了 做焗豬有樣東西我一定會加的就是菠蘿了 用廚房紙輕輕硬乾灌透菠蘿片之後 每塊切開八塊就可以了 中間什麼東西都齊了 可以砌完它 這些豬扒來不剪都可以 不過為了方便吃我會先剪開一塊塊 在這塊面直接剪開它就可以了 上面可以砌到豬扒鋪滿整個面 那就什麼都要努力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菠蘿 所以在倒汁之前都先加菠蘿下去 之後就倒汁下去鋪滿整個面 小心邊邊位都要有汁 如果漏洞的話 飯焗出來就會很冷乾的 然後我會再加菠蘿 最後好復老感 灑芝士水下去就可以了 砌好之後 就可以放入熱了200度的焗爐裡面 放在粥高層焗 焗大約10至15分鐘 到芝士金黃色就可以拿出來 才可以吃的啦 少了份量足夠餘下三至四個人 還要是好脫包那隻 如果兩個人吃 拿來帶飯也可以 雖然番丁會沒那麼好吃 不過因為豬扒用打板醃過 所以丁完也不會好硬 下次不知道煮什麼好 不妨試一下啦 嘻嘻 我只想看你 才能看你 因為你會有很多 最少粉絲 最少粉絲 就是 那 最少粉絲 感谢观看